作为一名中国神话的忠实粉 公子我刚去看了新神榜杨姐 迫不及待想给你们探讨一下里面的这个角色啊 来看了的主板咱们弹幕扣个一 去年看过新神榜哪吒重生的主板应该有点印象吧 我正面出过一期哪吒绅士的视频 这个新神榜的背景呢 跟咱们传统神话故事不太一样 在新神榜的设定里面 神仙会历经轮回 激活元神才能重获法力 在人间也有着自己的人间体 像哪吒重生里面呢 敖饼的人间体就是个黑帮公子哥 那这一次的杨姐也一样 在人间经历着轮回 至于杨姐的人间体是谁 等我后面给你们分享 咱们先来聊聊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位大boss 西王母的其中一位女儿 英雄母亲西王母 光女儿就生了好几个女团啊 其中菩萨出了仨 还有九大圣母 强如南极王夫人荣真 乃西王母四公主 还有大名鼎鼎的杨姐她妈 云华夫人姚姬 乃西王母二十三公主 西王母这么些个闺女里面 最受西王母宠爱也最强的 你们知道是谁吗 当属小公主 传说中的太真夫人婉罗 有首诗诗这么形容的 仙女飘飘自婉罗 洞门云所没人过 闲来去弄桃花水 染得银河做酱河 虽然从电影里看 婉罗和妖姬是好姐妹 但据我八的线索 两人其实是亲生姐妹 刚才说了 太真夫人婉罗可是天生的女神 人在爹妈都是金字塔交上的 云集七千和雍城 集线路等古书 就记载了关于婉罗的故事 说婉罗嫁给了玄兜太真王 俩生了个儿子 因为是纯纯的神三代嘛 就让孩子进了天庭纪检委工作 专门管神仙犯错 你比如这猪八戒 调戏妇女 损毁单位财产的 失足神仙等等 都归人家管 结果这孩子因为娇生惯养 就犯天条了 让天庭给发配到 冬月泰山去了 婉罗很难过啊 就跑到泰山去劝儿子 结果这路上呢 就遇到个凡人 这人名叫马明生 齐国林姿人 在这县政府当公务员 马明生这时候受着重伤啊 眼瞅着就要一命呜呼了 太真夫人看着 他有点修仙的这个资质 哎就给他救活了 完事呢 给带到泰山当中的 一座石室里面 对他进行了 一波又一波的试探 原文是这样说的 夫人亦以鬼怪狼虎 炫祸重变是之 明生神情成正 终不恐惧 又是明生他行别宿 因与好女与卧西之间 调戏令皆知 明生心肩致敬 故无邪念 反正不管是妖魔鬼怪 还是美女小姐姐 马明生都顶住了 太真夫人这才放心 于是将自己的看家本领 无上功法 九天太天道经 传授给了他 那马明生自此呢 就得道非生 列位先班 到天上当公务员去了 这个世界 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有像婉罗一样 含着法宝出生的女神 就一定有生出来 就该遭天险的妖魔鬼怪 怎么回事呢 这皇帝宣元氏 统一人界以后 就想征服天下群妖 可是找来瑞兽白泽 以问傻眼了 天下精怪气候已成 此时已无法将他们全部消灭 只好定下天道 以雷节除去受刑 让他们修妖道 而有仙根的人类呢 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马明生 就可以通过修炼 非生成仙 这就是妖 仙和神的区别 那这位人美心善法力强的 太真夫人婉罗 跟二轮生杨简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咱们就得先聊聊 杨简的身世和经历了 先问一下主板们 你们第一次听到 二郎神的名号 想到的是什么 来咱们告诉我 反正二郎这词后面吧 我就总想接个字 腿 之前一直好奇 二郎神跟二郎腿 到底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去查资料才发现 二郎腿还真是 二郎神留给后世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以号的 据说这个四川川王庙政变上 所塑的二郎神像 以及都江燕二王庙旧时的 二郎神像 都是这个姿势 那为什么别的神仙 个个都端庄大方的 二郎神就把自己的情像 搞得如此亲民呢 原因就是 极恶如仇 又不怎么受天庭管束的 二郎神动不动 就搞个化身 在人间去成天除恶 行侠仗义 这些神的化身呢 以凡人之虚行走世间 也把亲民随和的形象 留在了百姓心目当中 你比如二郎神在人间界 流量最大的一个化身 估计你们想破脑袋 也想不出来 就是在倩女幽魂当中 斩妖除魔的侠客 燕翅侠 他可不是天生就有 这么强大的法力 和捅破天的胆气的 之所以牛掰呢 是因为人家来头大 倍整足 你想像姥姥这一类的妖怪 在人间去为非作歹 那可能普通人听到 就得弹指色变 但在上神杨茜面前 这算得了什么 你怎么知道 燕翅侠就是杨茜的化身呢 别急 听我慢慢分析 燕翅侠江湖浪荡也豪侠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生习惯 首先这就很符合 神仙化身的这个特点 另外 你还记不记得燕翅侠的兵器 一把可以以神御剑 一画万千的宝剑 你别看二人生杨茜 用的冰刃是三尖两刃刀 但杨茜的师尊玉顶真人 曾赠予杨茜一剑仙器 这也是玉顶真人 最引以为傲的仙器 斩仙剑 这故事咱们一会儿再展开讲 另外 这看过燕翅之义原著的主感 应该都清楚 在故事当中 侠客燕翅侠不仅在紧急关头 救了宁采臣一命 震退了老了 还有一个破皮囊 送给了宁采臣辟邪 而整个故事当中 最神异之处在于 聂小倩和宁采臣 虽然两情相悦 但却永远阴养两个人鬼殊途 虽然不能真正的成为夫妻 但就在一人一鬼 相处了几年之后 聂小倩居然怀孕生子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有力量 在将一个只剩下枯骨的 女鬼活生生变成了人 不光是这样 聂小倩在生子的时候 还拥有着法力 说明这种力量 可是直接将她由鬼 变为了仙 一步登天了呀 那你想想是谁有这么大本事 要知道这种力量 可是禁忌中的禁忌 不是神位极高的神仙 是无法拥有的 其实这个力量的来源 也非常明确 就是被宁采臣神 一直都带在身边 默默影响着小倩的法宝 燕池霞的破皮囊 看似买他 实则拥有着无上法力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破皮囊是什么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二郎神 最为神秘的法宝 升天帽 你想啊 他或许把聂小倩 直接变成了仙人 而他的升天二字 也是由此得来 我想只有升天帽 才拥有让 孤魂野鬼 一步登天的可怕力量 也只有杨简的小姨婉罗 才有资格 你这样一件跑路 毕竟人家是 西王母的亲生女儿嘛 根正苗红 虽然照以上种种迹象表明 燕池霞这个人物 显然就是 二郎神杨简的人间体 他的凡间化身 至此 终于就揭晓了 我开场的那个谜题啊 而升天帽 也是燕池霞降妖除魔的一大助力 看过《倩女幽魂》的主感都知道 燕池霞宁愿与鬼作伴 也不与人言三分 他受够了世事 归隐幽灵 这不终于不卑不亢 从骨子里透出傲然的杨简 如出一辙吗 那么二郎神 到底是如何从一个神死生子 一步步变成战斗力 盖世的上神呢 开场说了 杨简的母亲姚姬 是西王母的第23公主 这也是一位法力超群的神女 在《宝灵灯前传》的故事当中 是这样说的 姚姬和凡人杨天佑相爱 生下了两男一女 结果嘛 自然是触犯天条了 天危降临啊 杨简的大哥在天兵天将的围剿当中 壮业牺牲 父亲也不知所踪 妹妹杨禅被抓回天庭 母亲姚姬更是被压在了桃山之下 一家子被天地害的是家破人亡 杨简想要救出 被压在山下的母亲姚姬 于是就跟随玉顶真人修道 玉顶真人乃 原始天尊坐下十二金千之一 虽然这个战斗力和地位 相比姜紧牙是稍兴一丢丢啊 但道行也是极深的 加之这杨简本身呢 就是一个修炼奇才嘛 经过多年的苦修 杨简竟然达到了 肉身成圣的这种境界 要知道这在神仙界是很少见的 这也是为何杨简能 羽压着十万天兵打的孙悟空 逗到有来有回 甚至还要强过孙悟空一头 学生之后呢 杨简就想要下山救母嘛 这个时候被师父拦下来了 玉顶真人就苦叹一声说 我和师弟黄龙真人 虽都是原始天尊坐下十二金千 但以我二人并不是人 我乃一尊神顶成仙 黄龙真人乃龙 我们其实并不被师尊看好 我二人手中也并无多少宝物 为师手中只有唯一这一把仙器 斩仙剑 你不要推死 赶紧收下 但你要明白 现如今以你的实力 想要救母一如反掌 但母亲救出之后 你要面对的是来自整个天庭的敌势 甚至剿灭 没有逆天的宝物 你又应如何应对 听完师父的话 杨简大忌 连忙求问师父怎么办 玉顶真人就告诉他 眼下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个是下山 加入原始天尊的百年大忌 帮助五王伐咒 积累人脉和功勋 战斗过程当中 你再搞点战利品 对吧 第二条路就是 你去求求你小姨 杨简这才想起来 自己害过小姨 母亲姚姬的亲妹妹 此人性格孤傲 善蛊惑人心 能进入人的梦境 杀人于无形 神仙也对他忌惮三分 于是杨简就硬着头皮 去求小姨 却没想吃了闭门宫 杨简就凭着自己的 智慧和本领 从自己小姨的宝库当中 拿走了神器 圣天猫 前面也说了 杨简之所以翘着二郎腿 潇洒地接受着百姓的 千年香火 是因为他非常同情 民间疾苦 经常化身下凡 管人间不平之事 比如他曾化身下凡 在灌江口 情恶龙 还曾经以凡人之躯 扛来石牛堵石眼 治理洪灾等等 这才有了民间的 灌口神 灌口二郎的称号 所以说到底 这一切的姻缘 幕后的大boss 就是圣天猫的主人 杨简的小姨 婉罗 接下来的故事就讲到这 这里是一条线索 一个故事的脑洞大开竹 不送